好了 各位同学 通过刚才的两道题目呢 我们来巩固了一下关于分数的基本的定义 还有它其中一些相关的同行到注意的名词 好了 那接下来咱们继续来进入到今天分数里面的知识内容学习了 那么当我们了解了什么是分数之后 那下一个我们一定避不开的第一个内容 当然就是分数之间的大小比较了 对不对 那么对于分数来讲啊 它的大小比较会有非常多的方法 但是还是那句话 咱们今天呢主要是认识分数哦 小数 所以有些非常具有难度的或者比较高端的方法技巧 那样都是咱们在五年级才要来认证研究和学习的 而今天呢我们只要来了解最基础的一些分数比较小的方法就可以了 虽然说很基础 但其实说实话 以大老师这么多年的教育经验来看 这个很基础的分数比较小的方式 到了后面反而仍然是使用频率非常高的一种比较方法呢 所以也希望同学们在来学习的时候 一定要先把它给讲过住了 那么OK 下面咱们就来看看 那么两个分数比较小 我怎么样能判断出来谁大或者是谁小呢 那在这里面我们呢重点要研究的 就是这两个分数的分子相同 或者是分母相同 换句话说 我们再来比较的分数 至少我们在三年级接触的 那就是这两个分数或者这几个分数一定有一个东西是一样的 要么它们分子都是一样的 要么分母都是一样的 比如说我们可能会比二分之一和四分之一谁大谁小 我们可能会比五分之一和五分之二谁大谁小 这些我们在三年级的时候是应该要把它给搞定的 但是如果分子分母都不一样 比如说我要比三分之二和七分之四谁大谁小 那这个就不是在我们今天的课程当中要来解决的 这个是我们以后五六年级会来研究的 当然了有些同学可以不妨自己来稍稍的想一想了 好了那么下面我们就以不妨可以版上给出的这两组分数 我们就不妨来研究一下 当两个分数的分母一样的时候怎么比大小 当两个分数的分子一样的时候又如何来比大小呢 那当然了最直观最有力的帮助 那就是借助我们生活到那些常识或者图形来研究就可以了 我们先从最为简单的第二组分母相同来入手 那么我们知道对于一个分数来讲 它的分母代表的是不就是把这个物体分成了多少份吧 咱们就以分蛋糕为例 比如说我这有一大块蛋糕 那很明显现在按照题目的要求 我需要是把它分成了五份 好那我们大概来分一下 好吧 请原谅一下大海老师的汇出水平对吧 好那我把它分成了五份 那么五分之一是不是代表的就是把这个蛋糕分成了五块 拿了其中的一块 是不是占整个的五分之一 对 那五分之二指的就是仍然是把这个蛋糕分成了是五块 我拿的是其中的两块 那自然而然都是同样一个蛋糕 都是同样分成平均分成了五块 那你说拿一块的多还是拿两块的多呢 当然是拿两块的多嘛 对不对 换句话说那就是五分之一 一定是要比五分之二小的 这里我们用这样的一个符号来表示小于的关系 好了那在这里就可以非常轻松的看到了 当两个分数的分母一样的时候 那自然分子小这个分数也就小 而分子大这个分数也就大了呀 那接下来我们不妨来看一下 那当两个分数的分子一样的时候 是不是也是跟孙母相同的规律相同呢 那不妨我们同样来看一下这个二分之一和四分之一 那一样的道理 那我们买两颗一样大小的蛋糕 记住是两个一样大小的蛋糕 那很明显二分之一指的就是要了这个蛋糕的多少呢 一半 一半也就是把它分成两份拿其中的一份 那四分之一指的就是要把这个蛋糕平均分成四块 然后是不是拿其中的一块 好了那分成两份拿其中的一块 我用应用表示是不是最大块 分成了四份拿其中的一块 那是不是只能拿这一小点 那很明显从这图一眼就能看得出来 二分之一和四分之一谁大呢 二分之一大 那是不是应该就是二分之一大了吧 那也就是说当分子一样的时候 就意味着分母越小分数值反而越大 但如果分母大的话分数就反而变小了 好了各位同学 那这个就是我们今天再来演课程当中 需要同学一定要掌握的分数的大小比较 我们就研究这两类 对于两个分数来讲 如果分母相同 那么分子越大的分数越大 分子越小的分数越小 而反过来 如果是两个分数的分子相同 那么分母越大分数越小 分母越小的分数就越大了 这两条请同学们一定要记住哦 知道了如何来比较两个分数 当分母相同或者分子相同的时候 他们的大小谁大谁小之后 那当然接下来 咱们来通过一道很简单题目巩固一下了 好可以把这条给出了三组分数 请同学们按照我们刚刚所学过的知识内容 来自己在括号里面 骗上相应的大一号或者是小一号吧 那相对来讲应该真的是非常的简单 对不对 列一下就可以出来了 第一小题 十四分之二和十四分之五 分母一啊 自然分子越大分数值就越大 分子越小分数就越小 好那第一小空骗的应该就是 小一 小一号 好那第二小空 第二题分七分之一和九分之一 分子都是一 那分子一啊 当然骗的就是分母了 分母越大分数应该越 越小 所以这里签的应该是什么号呢 想一想七分之一九分之一 七七这个分母是七 这个分母是九 它大 所以它应该要小 所以七分之一要比九分之一大 所以这签的就是大一号 好那接下来第三个 十六分之一和十五分之一 不用多说了吧 来同学们告诉我什么符号呢 小一 很好 那就应该是小一号了 好了对于这道题目来讲是非常简单的 只要同学们能够应用我们刚刚所讲过的两个比较大小的基本内容 那自然而然答案也就轻松可得了 好 好